姑娘一路回来 脸色就不太好 看说若不是太太从中作梗 妇女的感情也不至于疏远了 白河也叹着气 我看这府里头 就咱姑娘对老爷还好着 天天要去请安一次 没见六姑娘七姑娘她们那么勤快 倒是成日围着太太转 绿菊躺在铺上 手枕着头 侧过身来 看白河和墨子 我听晋叔说 六姑娘七姑娘每回去看老爷 做不敢做 茶不敢吃 就怕老爷将病气燃给他们似的 老爷发了痛脾气 让他们以后别去 他们还真不去了 晋叔是求老爷的小书童 又何止是六姑娘七姑娘 便是太太带着九姑娘也不久坐 稍稍看过就让奶娘领出去 老爷真可怜 一个大夫人加三房姨娘 七个儿女 如今身边 只得咱们姑娘平时病床前端茶地药 白河想起白日间 在求老爷院里所见 不由有些唏嘘 所以啊 你干娘比老爷运气好 老爷有七个儿女 只有一个尽孝道 你干娘就你一个干闺女 却比亲闺女还亲 墨子的床铺靠窗 月光将棉纸照得雪白 真的哎 绿菊也来唏嘘 咱这些无父无母的 能认干亲 多个疼自己的长辈 都恨不能掏心掏肺对人好 天生家里不愁吃不愁穿 连手指也不用动的少爷小姐们 却嫌弃父母年老多病 别说了 至少咱姑娘不是那种人 白河听到筋骨 赶紧睡吧 明一早 可有的忙呢 古代小姐出个门 特别还要在外头过夜 那可是件很麻烦 很琐碎的事 一般的规矩 从获得父母许可 派人到安中投铁定日子 安排随行的丫鬟 仆妇 婆子 小丝 护院 还要定制新衣 装备日常生活品 连床上用品都得自带 还有平日所看书籍琴棋 文房四宝这些 至少需一个月时间 才出得去这种七日夜 不回家的门 不过 这次出行决定的仓促 又要赶上卫士 在慈念庵的时候 因此 老爷一准 明日让小丝去庵中投铁 后日就出发 不晓得太太若是知道了 会不会又要闹腾一场 绿菊嘟弄一句 转身 睡着了 莫子闭上眼 一点儿不担心 张势闹腾 难道 求三娘不会闹腾 各有各法 走着瞧吧 第二日 求三娘请个小丝 去慈念庵送铁 让她得了信 速速回来 莫子他们自管收拾行李 忙得个底朝天 且说求三娘院里 没有特意隐瞒消息 可等张势得知 这日早饭已经用罢 你说什么 张势一气之下 摔了茶碟 吓得爱性往旁边躲碎片 安婆子到底是老人了 张势什么样子 她没瞧见过 双手垂身侧 恭敬打倒 三姑娘 要去慈念安里 行七日祈愿 慕斋礼 今天一大早 打发人去了 安里地铁子 她这是要干什么 张势并不知道 自己的好姐妹 就在安里住着 我这两日不受她的请安 她就翻大了胆 以为我万事不管 是不是 太太 我底下小丫头瞧见 三姑娘昨日去了老爷院里 想来是老爷同意的 安婆子反倒是旁观者清 不然 三姑娘也不会 没您同意 就自作主着 老爷同意有什么用 这是内宅 内宅的事 不论大小归我管 她就算是大小姐 也得听我这个老娘的 张势小门户中的嘴脸 终于露了出来 爱兴 你给我去把咱家大小姐请来 我倒要看看 求府的大门 没我同意 她怎么踏得出去 火气从那晚就没消过 爱兴一听 乐滋滋的硬着向外走 没想到帘子一打 进来了四奶奶 将爱兴拉住 太太 我刚在外头听见了 能不能听我说两句 四奶奶轻轻坐在张势身边 太太切莫为这等小事稚气 我听说了 三娘要去安里木斋 不过 也听说是替老爷祈福保平安 未显成效之心 才选了七日礼 张势一愣 随即骂安婆子 老嘴皮子 不早跟我说清楚 您别怪安妈妈 恐怕安妈妈也不知道 四奶奶看安婆子 果然忙不迭点头 如今您既然知道了 若不让三娘去 只怕传到老爷耳里 会说太太的不是 就算如此 我要是一声不吭 这家里以后 我管还是管不得了 狡猾的死丫头 竟用了笑礼来对抗她 张势愤愤然 心中难平 本以为那晚 虽没能打死三娘的丫头 但好歹 在那么多人面前 算是甩到了三娘的脸子 她后头假装气晕 则想让三娘 承担蛮横无礼之名 三娘 三娘再厉害 总要嫁出去的 四奶奶和仇三娘 从未有过正面冲突 因她有个十分能干的婆婆 不劳自己费心思 话是这么说 可她一日是仇府大小姐 我就寝食难安 已经到了如此憎恶的地步 太太先同王府结了亲 再替三娘找人家不迟 老爷身体不好 婚事自然由太太说了算 四奶奶虽没有害人之心 却有防人之意 可若是太太此刻 不让三娘去辞念安 不知内情的人 恐怕会胡说八道 更何况 还是老爷答应了的 笑是一切德之根本 阻止三娘行笑道 事情这般传出去的话 求家会让人骂 会让人笑 会让人鄙视且不迟 可让我轻易就这么让她出门 我心里堵得慌 张氏眉间一耸 心眼就冒出坏水 素心 你那库房的钥匙 可要拔拔紧 她既要办笑 又不知会我 七日木斩需要的一硬物品 就自己掏银子买 四奶奶江素心 很了解她婆婆 话说到这份上 若再劝 火星子 说不准就跳到自己身上来了 于是梅之声 微微点了点头 老五那两口子 我是不指望的 张氏拉过掌席的手 只怕老四和你两个能把家业撑起来 将来照顾老五一家就行了 正儿媳妇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把后宅采买当成给娘家送钱 以次充好 或高出外头两倍的价钱 从娘家的铺子里买东西进来 我现在不说 等着月底笼杖的时候 看她如何跟我解释 也怪正儿不争气 弄得我没法在她媳妇面前直腰板 还得替她赔笑脸 太太 且宽心 不说五弟还小 性子不定 夫君就这么一个一母同胞的弟弟 我们不照应着 还有谁能照应呢 四奶奶笑容温温的 求三娘去慈念安的事就此解决 不知张氏是心火过旺 还是莫子这招以孝为名遮蔽力强 竟无人探究其深意 只做些自以为是的苛口 四奶奶将肃心从太太屋里出来 贴身大丫鬟宝珠 跟着她走到院外 乔四下无人 这才小声问道 奶奶可对太太说了 太太正为三娘要出门的事摔东西生气 我忙着劝都来不及 哪里还敢提 过几日 等太太心情好些再说吧 江苏心想到婆婆的吩咐 心里并不是太愿意 但不听又不行 其实就她看 婆婆完全没必要在这等小事上去针对三娘 女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嫁个好人家 而老爷病重 而老爷病重 要把三娘许给谁 还不是婆婆一句话的事 婆婆就该在小事情上对三娘让步 顺着 哄着 才不会弄得如今三娘事事小心万分 这么下去 恐怕婚事也不会简单过去 必会闹得鸡飞狗跳 江苏心娘家母亲也是正式夫人 对待她数出的姐妹兄弟 手腕就高明得多 既不会让他们威胁到自己儿女的地位 也不会让外人有说三道四的机会 同她母亲相比 婆婆对付三娘的手法 未免过于急躁 沉不住气 有时江苏心就会想 或许是测试扶证的 婆婆心里惧怕名正言顺的三娘 感觉已经低了三娘一接 因此将求家的财产掌握到手后 事无大小都要赢过这位大小姐才满意 奶奶咱回去了吗 宝珠就问 江苏心略沉静一会儿 不 上库房瞧瞧去 衡量下来 目前还是不要拿自己受宠的地位来冒险 暂且照着婆婆的意思去做 反正都知道库房的钥匙虽然她也有一份 可拿大主意的仍是婆婆 闹也闹不到自己头上 求府的内宅库房收着各种值钱的东西 大到万两黄金的红珊瑚屏风 小到一只金玉酒杯 除非已有老爷太太赏下的 否则从库中拿出去就一定还要圆方不动拿回来 正月里 四姨娘借了一套翡翠珍珠的头面回娘家 谁知送回来时 少了一颗价值三百两的大珍珠 太太就让姨娘贴私底钱补上 四姨娘的银子偷偷给了七娘 拿来三百两 只好帮自家绸缎铺里绣花 至今还差着数呢 一进库房所在的高墙大院 几个管事娘子就迎上来 半跪着叫四奶奶 江素心让他们都起来 坐进库房隔壁的堂子间 小丫头地上香茶 她悠悠喝了一口 四奶奶可是要抽茧 这里除了主子 最大的是安婆子的儿媳妇 人称安顺媳妇 库房中的物品 每两月要清点 或有主子清点 或有指派的丫鬟媳妇婆子点后上报 临时抽茧 是从求三娘掌库时传下的 江素心觉得好就沿用了 求三娘掌府的规矩 条条明文写下 讲乏分明 连掌库者都受限于这些规矩 这令出掌库房的江素心 大开眼界 可婆婆 却怕这些规矩 不利于她行使私权 在换了库房的所有匍妇时 干脆也废了本子 用回老爷掌库时的规矩 若是婆婆 扣了库房里的东西不还 那可不能追讨 江素心让安顺媳妇拿布子来 网上瞧了一眼 问道 今日外缘无厌 安顺媳妇回答 不曾有人来说 那 今日就封库通简吧 江素心合上布子 取牌子来 通简就是样样清点 封库则不能往外拿 只能收进来 安顺媳妇奇怪了 就快月底了 现在通简 这不是吃饱了撑的 没事干吗 可想归想 却不敢拖延 赶紧拿了分工的牌子来 江素心一个个分了工 自己却没打算清点 让宝珠跟进库房去 堂上只留了安顺媳妇说话 这是太太的意思 江素心察言观色 怎不知安顺媳妇 背地里倒反 安顺媳妇马上一个笑脸 哎哟四奶奶 我就说嘛 您不会无缘无故封库的 江素心知她讨好自己 也不以为意 平日里 三姑娘拆谁来取库里的东西 三姑娘自打 交了库房钥匙就没来过 每回领太太赏 多遣她身边的大丫头白河 还有二等丫鬟绿菊 安家 是张世自娘家带来的心腹 哪能不知道 太太和大小姐之间的矛盾 听四奶奶打听三娘的事 安顺媳妇 回答得十分殷勤 只有这二人 江素心淡然问 我只见过这二人 不过 倒是听我婆婆说起前几日的事 太太教训了三姑娘院子里的一个粗屎丫头 叫莫子的 我还纳闷呢 怎么就没听说过这名字 安顺媳妇是个很能聊的 也算不上教训 打了一巴掌而已 江素心放下杯子 起身 又关照安顺媳妇 记住 今日谁也不能从库房里拿东西 真是外园里爷们急用的 让人来找我 是 四奶奶 安顺媳妇跟在江素心身后 将她送到院门口 等江素心走得没影了 安顺媳妇找个信任的小丫头 快去安妈妈那儿打听清楚 究竟太太是什么意思 四奶奶真好性 说了等于没说 到时候得罪人的就成了自己 风酷 哪儿那么好风 五少爷动不动 就拿库里的首饰 送给她那些丫头 几天一趟 平时 安顺媳妇是这头给了 那头赶紧再报太太 打骂还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都由太太决定 婆婆说 若是值个十来两 几十两的小东西 太太几乎是不管的 要赶巧了今日 她不给 闹到太太那儿去 能骂亲儿子 却帮着她吗 根本没可能 等小丫头报了信 得知是太太 要给三姑娘脸色看 安顺媳妇就有数了 拿包瓜子 又沏了壶茶 在廊下坐着 一口一个瓜壳往外吐 七日木斋里所需的香具 茶器 还有头面首饰 都是有一定规制的 安门清静地 也不喜金银器 讲究素担 却又不能失了 大户人家小姐的身份 因此 玉器最好 明日就要出门 今日 必然来取玉 午时刚过 就有人扣起门还来 看门的小丫头 气声气气问是谁 我是三姑娘院子里的丫头白河 小丫头赶紧 瞅不远处的安顺媳妇一眼 安顺媳妇招手 把小丫头叫过去 贴耳如此这般吩咐 小丫头站在门后 微尖了嗓子 今日封库通简 只能收物 不能取物 你明日再来 外头好一会儿安静 安顺媳妇以为人之趣 很容易就被打发了 不由得意 就在此时 一个她从未听过的 清亮女声传进院中 令丫鬟媳妇们面面相去 我们所取的 不是宫中之物 而是存放在库房中 属于三姑娘的物件 与通简合肝 先把门开了 请管是娘子来说话 贴耳朵的